大家好,当我们养护长寿花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夜斑病或者是这种弹剧病的话 不用药是很难把这颗长寿花拯救回来的 大家看,就像这种状态的长寿花 应该不少花友也遇到过 那么一般处理的方法就是给它使用这种乙座多菌磷 而且我们想用多菌磷的话 一定要带乙座这两个字 因为这种乙座多菌磷是针对这种夜斑病的 如果说我们不想用这种药物来处理长寿花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更狠的方法 也就是把这些叶片全部将它处理干净 还有把这些花也给它剪了 全部把这些叶片清理完 只剩下一条光杆 大家看,像我之前这一颗就是用这种方法 不用药直接将它清理完叶片还有花朵 后期长出来的新叶片也没有带一些病斑 而且还能正常开花 那么我们将这些长寿花的叶片处理完成之后 它光合作用少了 我们一定要少浇水 而且我们主要养护的目的是把它的根养强壮 给它浇水的时候 最好给它用上快速生根粉 让它的根长出来 那么新根长出来了 吸收土壤中的养分 它就能长一些新芽出来 到时长新芽出来之后 我们再改用一些含氮炎素高一点的肥料 促进它快速的长新叶片 所以说我们的长寿花出现这种情况 不想给它用药的话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救活它 就像我这一颗一样 现在长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